我感謝他的 Kindern 他女生都說 你回來我不對 我錯了 曾經有後悔過 這個噪音一直新來 就真的跟他跪 她媽啊她真的回去後 她家還有分一些財產的這個女婦 說我不肚子 還有百萬元 錢都花掉下去 花掉下去他又好吃懶做 不工作 到最後怎麼樣 最後就真的跟他領 兩人錢跟他領 這次我跟我們哥哥在 你不回來 你不跟我復活 我被你過幾個 花掉下去 歡迎收看 彼此好有從天 我們南陸中我們的上市 實在是不簡單 人家說這個亂愛是藝術 但是婚姻是事業 都需要慢慢來經營 因為經營得好 經營得得當 我們事業到婚姻就很完美 經營不當 了錢減一百土地 一百流流去的就是 人家說南陸如果在生愛 就愛到死去外來 不愛的時候結期生態 愛的時候這個清化連綿 不愛的時候謊話連篇 愛的時候天長地久 不愛的時候能撐多久 愛的時候是空白支票 不愛的時候空投支票 這都沒關係 我們好像謊言 欺騙 這個都還是人生的一個過程 最怕是要撤 又撤不住 我們來介紹今天這個專家 不然這個專家幫我們幫忙 如果遇到的時候是要怎樣 稍微來給我們介紹社會的記者 什麼事就把遇到過您潮心 美女好 大家好 還有兩性專家 有很多不一定說 絕對他都罵 不過我們人生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導師 能把我們知道一個過程 不是每個人都來問算名 我們的名雖然是天主堂 不過如果有人把我們集點一個賣 這樣也是不錯 吳娟瑜 吳老師 謝謝 謝謝 嗨 要說人生剛才吃老 有三書一定要有 一個文書 一個律書 一個 如果律書跟律書出來 都一台開 比較不好的事情在做 要發聲 這就是不好的時候 你無意也沒辦法 律書 李明玉 李律師 美女姐 大家好 我跟我們介紹的這兩位 還要算按住 張機跟動作按住 所以他們做到的事情 不是這麼恐怖 我們來歡迎這個李明玉 美女姐好 大家好 又跟我們介紹的這個 他不要求人就不錯了 怎麼可能是按住嗎 李國超 李明玉姐好 大家好 我是阿超 李國超 我們現在就先來說一個新聞 你看看最近發生的 恐怖的前夫潑油燒氣 讓氣命危 過去他的家大人的 他媽的對面 做了一間家人 鑑死是一天 嚇死 他們這個中人 一間可能的中人說 就是金骨骰 沒想到 說秋來時的混世魔王 這時候也很恐怖 對 像我說 愛就愛 不愛來修台 這樣就要這樣 所以我們先來問這個 林朝鮮 這件新聞 你對他有了解嗎 這到底是怎樣 我怕很了解 對 雖然這樣看起來很比較的案件 一個恐怖 恐怖 恐怖到真的就像嚴重人 這樣說 去十八塊 應該嚇死趴成第一 沒有愛心 真的會這麼可惡 會那麼痛恨嗎 你說起來 不應該是很親密的 但是一旦 要分開的時候 兩個人房子是怎麼樣 最恐怖 最恐怖 我說我愛賣到你 我會賣給你 這件案件就是這樣 這個做醫生的老公 把他頭髮髒掉 頭髮這樣 撞拚 當時我們都以為 很嚴重 後來打官司的時候 我非常同情這一個先生 真的喔 為什麼 他只要回到他媽媽家 他就把他的衣服全部剪掉 他的婆婆 他媽媽跟爸爸 要看這個孫子孫女 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 我可以 你也不可以 這個姓蔡的 蔡中華這個男孩子 5年前跟他媽媽結婚後 西中拿他們母子 要花錢做什麼 本來是說 哦 跟他們長男說 掉到金龜序 說開名車啦 欸 還在家裡的時候 西中合理的 然後開名車 說給人家 嘴尖肉丁 長男長也說得很好 母親他們這個女生就要教她 是在擠下去 擠下去我送給一個小孩 但是兩年前 這女生的女生有錢 她的女生要擲小孩 職棒牽涂 花了五十幾萬錢 不然這樣 女生要打 母親要打 母親就回到娘家 換人 回到後來 她覺得 妳要回來了還到家裡去過 是和小孩帶回來就對了 帶回來 帶回來 我們還要跪 還要打人 他媽媽回家 娘家說 你回來 我不對 我錯了 曾經有後悔過 這個家人如果一直心軟 就真的跟他回去 他媽媽真的回家後 他們家還有一些財產 這個女婦 還說不太多 還有百多萬 這樣為了財產回家 對 人家錢都花了 花了他又好吃懶做 不工作 到最後怎麼樣 最後就真的跟他離婚 兩年前跟他離婚 兩年前離婚之後 他就帶這個范姓的小姐 帶著女兒活在娘家 是獨立生活 我獨立生活 想說離婚都好了 對 離婚想說算了 就遠離台北這個深郊 所以他這不是說離不去 不是找不去 他就說找好這樣 兩年三年 這十五年跟我去高高低 高高低 跟我打電話 傳了一排多通 那個簡訊給他 你不回來 你不跟我復合 我被你過幾個抬了 好 千萬多久了 開始到花蓮開始做 21天 住21天 他太太在一家 這個汽車禮館做會計 他就住在那旁邊 另外一家飯店 繳了一個月的錢 六千幾個抬 然後每天騎 自己有計畫訓 騎士大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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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知道嗎 他沒知道 但是他一定要等到 等到那邊 總是嗆聲 你如果沒要整個抬了 你燒了什麼 他就跟人離婚也不夠小 這個他就是當事人 他為什麼沒有去備案 有 備案 你聽我講 備了案 花蓮的地方法院 你也都不適合 有 也有判決下來 你的錢保護 還有判決嗎 保持三十公尺不能進來 擔心 沒得到一遍 他一樣 判決下來 他不管了 我剛才找個小 讀到他 你不跟我護我 女孩子甩頭要走 這個時候來 他不知道他沒得到 他沒有想到他真的那麼狠心 拿了兩個保光瓶的水 啪 從腦袋這樣子 放下去 睡了之後 看他會不會放下去 然後我自己打 要叫我 他把他推到路邊去 路邊的人看就說 你怎麼這樣 你不要囉嗦 這是我的事 這是我家務事 你又囉嗦 眼裡照你照 你看這樣的狠心 當然他就是要 要給你死 要給你痛苦 這種人不但沒心 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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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黑漆肚 那女子還沒抓到 蛤 沒抓到 他沒有抓到 我剛才罵他 我罵他 我好害怕 但是我還是要罵你 換是魔王 壞蛋 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會抓不到 因為當時他撥完汽油 打這個疊人的火之後 就跑掉了 那路人要搶救他的時候 都被他罵走 大家不敢怕 台灣的警察在吵什麼 所以他騎了摩托就閃掉 警察先讓他追他 這個我們在問那個 吳老師 吳俊宜老師 這是什麼樣的政策 他在報導上就說 他怎麼處理他的問題 他處理的都不對 都不對 譬如說苦殘 去監視 談判 撥汽油 逃之夭夭 你看 所有他在處理的 這些情趣的方法 通通錯 所以我們建議他 你看 連我這個肚子也掉下去 嚇到死 嚇到死 不能讓他看下去 我們男朋友 大家也怕 大家也怕 其實像他應該要懂得 一 要懂得反省自己 我到底怎麼說 這個難 因為一就是不會反省 所以我們一 我們就不要管他了 第二 他要懂得求助 他也不行 但是我們要教 世間要很多家庭 所以現在這句話是 我們這個吳老師 要說給所有的男性 或是越生疼 對 有的女兒也是這樣 一枚人卡百多桶的電話 對 女兒就說沒了 你越卡我越怕越沒了 所以千萬 有很愛對方的 要用對的方法 就是說要求助 我們社會有很多機構 團體 或是老師 你可以去講 為什麼我恨得要命 我很想殺他 我想逗他 那這時候應該怎麼處理 有一次我就 督到一個 卡頂尾 說吳老師我已經拿刀在手上 我們沒有在外遇 現在在厚德路那裡 我是要怎麼走 我說等一下 我要聽你說的 所以他會求助 所以我們就會安撫他 他懂得打給你 對 他要好氣 有力動動就是鬼靈 我們都要關心嗎 男人要懂得求助 現在我要講的重點 是這句話 但有的男人愛民主啊 他覺得這個 女婦不愛玩 撈開建設的事情 他們不愛玩 我就給死 所以女人在處理這個 要有危機意識 就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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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當場刺激他 要怎麼 你不要管 人家也沒有 人家已經離婚已經走了 人家也沒有照 也沒錯 但是要知道 這是一個危險的人 要懂得保護自己 或許他那時候 應該就不要住娘家 對 應該是 既然他就給我幹事 台灣這麼大 警察要抓他就抓不到 你們祖母來走 怎麼不可以走 譬如說他屬於上 過去還會到家裡潑過汽油 到這個娘家潑過汽油 也嗆聲過 說我要燒你錢 所以他應該離開那個家 因為他在那個家 不僅自己危險 也危及到父母 所以他被燒了 第一通電話 路人出 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他爸爸說 爸爸我被他燒了 你看他心裡上其實是有徵兆 也知道這個事情 結果真的來燒了 不是說你自己 受害者是有錯 你明知道身處在這個危險的狀況之下 依照這個案件來講 這個 打電話給他 打電話給他 他其實第一次看到 這個情人來找的時候 他就應該做一個動作 或是我的建議說 你一段就是跟他 譬如說7-11 那種有一個 公共鏽錄 還有攝影機 他有可能會去的地方 對 那因為保護力裡面 就可以證明說 他接觸了 他在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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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在路上跟他講 對 待會兒我們去7-11 買一個涼的 我請你喝 這樣說起來 大家看人家 反正的人都知道 所以 假設你有去7-11 你有這個攝影嗎 因為他的保護力裡面 有一個就是 他有一個裁定 裁定說禁止你跟他接觸 那要接觸的話 不當的接觸 不當的騷擾 那這樣的話 他行度最高到三年 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太久 沒有 這是一項 哪一項就是 你有這個保護力的時候 他來幫你做一個 不當的騷擾跟接觸 你媽想可以跟警察說 警察接觸的時候 他媽想要處理 對 這個方法是對的 我說 我來去買涼 給你喝你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要緊叫 我去做這個 這項帶我腳上去 說你快腳上去 有人在對我怎麼樣 而且有這種情況的話 一般的院方的幻疑 甚至於會馬上就擠壓 我覺得 女人很多時候 在最不該的時候 就心軟 那就會害了自己 他可能有時候會想說 他想說他不會害用 對 他不會吧 不會這樣吧 對 他心裡面還是有一點點側隱 因為畢竟是孩子的爸爸 你多少就會覺得 他不可能 就想說他可能就是 嗆嗆嗆嗆嗆嗆 那氣過就算了 人家已經有保護你了 他現在同樣處理變成這樣 這三成多啊 這個多跟他 有保護你跟沒有保護你 會加重多少 其實這個罪已經很重 都一樣 兩百七十一條 他就是十年以上 但這個死刑 不記得都可以死刑 老師有沒有什麼 更好的方法 讓我們可以 離開危險 離開危險就是 你要有危機意識啊 已經有了 這已經有了 有了 那我要怎麼辦 譬如說碰到 我跟你講喔 有時候要用一些 退敵的方法 自退法 怎麼法 不恰當的愛人來 我想是你愛我 還是他愛我 好啦你比較帥 就他 這個可以告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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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家族人 譬如說他一直來追我 可是我根本不愛他 那我們這個人 就要有危機意識 譬如說歐平康啦 阿 人家做得不好給我看 是 你不然有時候 我就沒那麼壞 就是要懂啦 祝錢就行 祝錢 祝錢 萬一就真祝你 說要怎樣 就是說我覺得 萬一真的要拿出來 說要怎樣 真的啦 因為很多的女生 就是在這個 談愛情就變白癡了啦 你越刺激 他就越刺激 你如果沒有感覺 刺激的感覺 他會冷靜 所以你現在說感覺 很多的女生都一樣 要愛的時候 就是感覺對了 對 經常離婚都沒有特別大事 因為沒有感覺了 感覺不對了 對 就離婚了 我要請問李律師 你處理過黯黯在裡面 因為很多人 有的人 欸 結婚 離婚後 沒辦法再次結婚 你會叫 包括伊莉莎白泰勒 不會叫那個李查波頓 他叫七遍 我叫同一個 又叫兩遍 不用說那麼遠的 那個身旁跟李因 身旁跟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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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恩愛了很 所以這 他好家債 這次的結婚又不錯 好家債 所以這什麼情形才會這樣 你如果說他們離婚的時候 不要有特殊 像我這樣說 玩家燒爬 暴力相向這種問題 一般的離婚的時候 我都給他區分 30歲以後到30歲以上 如果30歲以下的話 我發現 大部分早上 那時候離婚的人 反正很多人要我 我還年輕 以為自己還年輕 對 所以他就很自然說 他會尋找第二春 而且下一個男人可能會更好 那問題來了就是說 30歲以上 包括就是35 六歲 都比較起床 還想一個 那很多 離婚意 差不多一年時間 我們都憂鬱症 這就是男女不公平的地方 男孩子我覺得 好像年紀大 越大越之前 你孩子年紀大就拜拜了 因為像你這裡白頭髮 我們覺得很有味道 謝謝 你相信 沒有 如果李明依這麼保證 就 好了 這就是男女不公平的地方 你不知道國超 你剛才所講的 你講一個重點 有時候你發現說 有時候40幾歲的女婦人離婚一樣 你女婦人本來說 我這個男朋友 本來就穿一個吊架 穿一個底褲 今天就 湊一湊 穿一個褲子 突然覺得說 離婚的時候他年輕十幾歲 突然就年起來 就整個人 而且榮觀放花 對 然後假如旁邊女孩子說20來歲 我們這個女婦人 如果要來高20幾歲 他說不輸貴不上船尾油 所以 所以大部分 如果30幾歲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一件事 都要去尋找第二春的時候 都要去高一個 那些時間都要花很長 而且他認為說 有前面這段婚姻的時候 他會恐懼第二段 對 不像年輕 30歲以下的女婦 女婦 給你講一下 我現在覺得如果這樣 許淳梅應該是我們的偶像 才對 我以前都覺得他很怪 我看著看 女婦才很可憐 這樣是我們的偶像 對啊 所以有時候 我看很多人說 半過禮婚的 說你有半過一對公 更誇張的 一對公公還是沒有 那是怎樣 這我想在社會的某些層面 蠻多的啦 這對夫妻是這樣的 他是 先生他是 會性虐待 他只要看得到的東西 都只要在那個夫妻之間的 要拿到的都撞下去 就是往裡面塞就對了 也有病 這老婆非常非常痛苦 可是婚前不知道 婚前不知道 婚前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可怕 也不是婚前他印比較正常 婚後他說這個已經刮了 而且我跟各位 我跟那個 在協議離婚的時候 我跟這個藍芳 我談過好幾次 很紳士 很心思的 那個感覺很好 所以你也完全看不出來 他是這樣特殊的 看不出來啦 很多人都是平常壓抑 他其實在壓抑 後來在談判離婚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就拿了一片光碟 我們就拿一片光碟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們在幾月幾號 所做的事情 這邊光碟都有 你要我拿到法庭上去 還是你自己來簽署 這樣嚇他都對了 漂亮 因為又很麻煩 又不能真的錄 對啦 對不對 就又有那種什麼 妨害秘密罪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你拿出去散步就不行 就不行 那要由自己搜證是ok喔 不行 搜證可以耶 你問律師在這裡 不可以 我們這邊談這個案子 這老婆也辦不到這樣的搜證 如果我自己是叫人來做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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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違法 不行 收證 你剛才說錯了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是說無故 無故 無故 無故就不行 這是有緣故 他是有正當理由 他要收證來做離婚 因為我要保證我自己 所以他有一個是 這個 你剛才說的這條罪的話 他前面有一個條文叫無故 這有正當理由 不是要拿出去散步 把他強迫拿來頂保證 不是這樣 我是要承證法庭的 所以應該是ok啦 要不是說 什麼肢體啊 有精神虐待啊 什麼對方 對對方家人虐待 這也都是可以肅請離婚的 這也可以啦 像我們之前那個 薛志正吧 薛志正不是講說 陳平的媽媽 對他有什麼虐待 言語上面有一些 這個事實上在那個 語言暴力 成立嗎 在民法裡面 語言暴力是暴力其余 這也是一種 它是一種虐待 假設它符合的話 真有其事的話 那這是在那個 民法1052條 實際上是可以的 後來他們離開了沒 他們是協議離婚 他們是協議離婚 補重一個故事 因為你跟我說 這是以前一個做儀生的 做儀生的時候 當時就是 像他有時候去補助 補助的時候 我記得是十萬年前 這補助有定義 補助這個做儀生的紅 當時我們都以為 很嚴重 因為這女的後來找我打官司 可是我會打到後來 因為看起來覺得很嚴重 對 非常嚴重 後來打官司的時候 我非常同情這一個先生 真的啊 為什麼 什麼名字就是 我們在影劇圈裡面的劉勇 劉勇想說 你要離婚 這什麼行呢 我這麼有名字 你怎麼可以離婚 你這麼照顧你不錯 然後就專程從香港 不會回到台灣去談判 戴良純那是堅持要離婚 二話不說 拿著異常的刀子就 你這麼漂亮 你多漂亮 殺了二三十當 打官司的時候 我非常同情這一個先生 真的啊 為什麼 他只要回到他媽媽家 他就把他的衣服全部剪換 西裝 褲子 襪子 全部剪換 然後不准他去 而且他是很奇怪 不可以優好 不可以優好 然後一做醫生做他 不是XX吧 還是什麼 我還是馬街的醫生 他那個每個月要拿錢回去 孝順他媽媽 也不行 不准 然後呢 這個婆 他的婆婆 他媽媽 跟爸爸要看這個孫子孫女 也不可以 也不能帶回去 他們那裡來找我 這我就用這個故事 實情說 如果他們那裡聽 女方的 女方的 讓他了解 他們那裡聽到 大概他們老婆的聽到 就這麼想去 說女方的不對 剛好說是這樣 想要把這個媒體揪出來 就來講 說到後面的時候 三個男人就 三個都很生氣 但是這樣是有離婚 還是 還沒 還沒 法院那個法官 法官想要兩邊在那裡講 說到後面的時候 法官 變成四個男人是一樣的 罵那個女的 包括應該是五個 五個 應該是沒有的 整個法庭 大家後來一面倒 一面倒 這個女的有反省嗎 有後悔嗎 她當場在那邊一直哭 一直哭 她都也沒講話 沒有 哭 她哭兩種一種 大家都沒違反 還要律師領我的錢 說話 所以是她關係的錢 你有賺到嗎 有 有 人家的錢還在那裡 所以哭一種是這樣 不見得代表她後悔 對啊 所以現在是離婚 如果我都叫人家去離婚 我要替一個報告 可是到目前為止 這一對沒有離婚 後來女的後悔 後來雙方都反悔 她的那不是 她的這個媽媽跟爸爸 然後就強力的介入 叫這女的 說這個觀念完全錯 懂得怎麼樣孝順公公婆婆 對 沒錯 因為我們有一個例子 一對阿嬤沒有用離婚 對嗎 但是又住在一起 有很多家庭都這樣死 離婚落後離不開 那這時候兩個一起來 接受諮商輔導 這個太太很痛苦她說 他既然要離婚 那他就應該要回來的時候 那大家又要復合嘛 那就好好再重新過一個婚姻家庭 他們說不用不用 前夫啦 說不用啦 我現在日期過了也不錯啊 千萬不要再給我爐 要回來就回來 不回來 不用回來 那又不搬出去住 對啊 但是太太就無力 去把先生趕走 很多這樣的例子 我們現在 活生生的例子 活生生的 請放下陳奕迅的十年 人家又坐在這裡 我要問你 因為你這次 我這次 我這次就很厲害 嚇到 我這次有說 離這麼久 離婚人也脆脆一塊月就離婚了 20年離不婚了 你們這個公子怎麼是恐怖的 有的時候那種就是應該說 那屬於哪一種的恐怖 像那個是暴力啦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 個性上的不和 然後以致時間拖很長 然後對我造成精神上面的虐待 所以你離婚的 因為那個精神上的壓力是很大的 精神虐待也是虐待之一喔 那你要離婚的原因 就是因為精神虐待嗎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最早我們要 我們開始談好 就是要離婚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 他住紐約我住台北 遠距離的 那後來就發現說 後來就發現說 真的兩個人沒有辦法 就誰也不願意屈舊啦 那所以我們就講好要離婚 可是離婚很盧 是因為我們中 我們也換了四次的那個律師 主要就是因為條件談不攏 那其實我們是沒有什麼條件好談的 真的就是因為美國法律 美國法律是比較有錢的那個 財產要補人一半 這是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們有小孩 那他比較麻煩的是說 他還要確定說 這個小孩從小到大 教育費 成長費用 都要把它就是列在裡面 這一點他非常便宜 所以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有對那一小孩嗎 監護權 他完全沒有在爭小孩 但是他要監護權 就他想當爸爸 可是他不願意出撫養費 那中間就很多次 因為其實那個法律 他有工作 他有房屋 他是孩子的爸爸 他一定每個月 因為他們一定要計算出一個 基本的 要付多少錢 對 你基本 那最後啊 我們這樣往返往返 最後我就說隨便 就是我什麼都不要 然後我在裡面 還加注就是 我放棄所有的一切的 就是財產要求 就我們婚姻共同生活的時候 所有的我都不要都不要 然後他要付每個月 好像是幾十塊美金啊 一個月 對 然後 阿莎你都賣的 一聲就離開了 不是 我就是拜 我就是都不要 可是你知道 並且不行 這樣也不行 我都不要不行 因為我不是我的小孩 我不能夠幫他不要 你知道我會就 盧到快 你都一直在萬一說 阿莎你每個月 給一塊美金就好了啦 如果我 所以一塊美金 我就你 對 所以他一定要算出就是說 你一定要同意這個數字 他就很擔心 他覺得 他覺得就是未來 白紙黑字不能亂簽 對對對 所以後 所以為什麼一直拖到現在 因為 這當中就是 現在搞定了嗎 現在送到裡面去了 結果最後呢 阿北離婚耶 最後呢 最後是 最後是25 最後是25塊美金 一個月 一個月 25塊是代表多少啦 一千 非常好意思喔 代表一千 沒有啊 八百 八百 代表八百幾個 我們都去贈娘 那個家福中心的孩子 真的 哎呦 我們贈娘幾個 我們一月也不來 所以是真的很荒謬 而且你知道因為我們到現在喔 就我們在辦離婚的過程當中 那我為什麼會願意忍受這一切 因為我覺得我希望就是說 小孩子不要覺得他的爸爸 都已經缺席了 那我希望小孩子還是覺得他爸爸是好人 那請問他現在多久來看孩子一次還是都不來看 我們就是約定每一年都還是會有兩次的家庭旅遊 我覺得我過去這麼多年那種隱忍啊 或是因為真的你說我們暑假的時候 你就明明已經多氣這個人 而且你知道你就明明知道他有多麼不可理喻 然後你還要在小孩的面前 你就是跟他像朋友一樣 我覺得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說 因為你夫妻雙方你們兩個是成年人 對不對 你們兩個婚姻不行了 結果你們把你們的傷害 嚴害到下一代 就是好的示範 你懂你就是說 你跟他不合 可是你不能夠否別掉 然後就說他其實還是孩子的爸爸 這個地方其實大家都可以學到一件事 為什麼那麼多離了婚 然後就會砍砍砍砍 就是沒有危機意思 我相信明明有一個危機意思 我怎麼樣讓我的孩子 還在一個安全的夫妻的 爸爸媽媽的關係下來成長 這是一個很重要 很多的夫妻就沒弄懂 所以就口出而言吵架 我來問米律師 你辦過案子裡面 有人為了這樣很久都離不開 有說為了錢這樣 還有沒有為了錢這樣 有 一般來說 現在兩邊要說離婚 有那個意願 要離婚都很快 有兩項嘛 這就是監護權 小孩 這就是財產 小孩現在沒有小孩 這也很快 可是最糟糕是錢 錢越多越難 你如果都沒有錢很快 你這麼五百元 兩毛半 我兩毛半就分好了 很快就分 可是問題要是財產越多越糟糕 等一下 我查個案 我聽說前幾天 我們網家有一個老大 有的鴿角 有啊 鴿角會算打掉對不對 有啊 但是在打掉的時候 聽說我們就是你離婚 你學意離婚嘛 學母離婚 還沒算 還沒算的時候 就 direkt了 人家在5歲說一年 健康 就是因為大小孩的問題 曹欣說這個故事 因為他要說這個我知道 因為這個案件我有伴侶 是小孩跟你拜託 大母子給你拜託 小孩 結果跟我查出來是誰 是說他們另外一個什麼 繞繞繞繞繞繞繞 但是是為了是 婚大母子 婚小孩 我們說婚就比較好聽 對 這中間這麼多面子有問題 我聽說不是有了 在看一看 錢這麼多 這麼多利潤 如果利潤之後就拿不到錢 所以不利潤以前 他這個翁嫣嫣嫣 我是不是就搬太多錢 有這樣一種說法 你還沒離我是大母子 有這種說法 這是一個傳說 因為這是這樣 他剛才死那禮拜 剛才高音要判決 他是判決離婚 高音要判決 太巧合 所以有這種傳說 那像他這樣子就是說 那他的那個睡衣 可以分到錢嗎 睡衣 小孩子可以搬 小孩子有 我最近沒有小孩 因為我就是替怕 最好你處理後是怎樣 要處理後大母子 因為DNA鑑識了 的確是他的 所以我們就要求 那個大老婆要認定 那遺產就有他一份 要這個小孩 要這個孩子搬多少 有本 有本對 有本對 不錯 不錯 那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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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小的小孩 親小的小孩 兩個小孩 很激 對 他覺得有本對 因為他老大的小孩 當然也激 他說這是我的小孩 我絕對會照顧到一輩子 所以有本好看 我們請問操心一下 那個除了說要放破油 一樣燒 這樣以外 那不然還剛才可以 比較恐怖的 這種女生 這兩天才發生的事情 新竹南寮 有一個男的 開廊車子撞下去 南寮自殺 自殺原因是哪裡 女生 結果後來發現車上的那個 發現他老婆 把他老婆給殺了 先殺了 已經先殺了 原因是因為這個女生 這個母子 娶的這個是後生 大陸女生 大陸新娘 那麼原因就是 她前母子 她媽媽甩掉 誰的媽媽甩掉 這個女生 女生的媽媽甩掉 她很辛苦 為了要扮她媽媽的休息 很辛苦 她也很煩 得到有點類似憂鬱症 憂鬱症 結果這個母子 後生說 我要離婚 我要離婚 我不是要離婚 我就是要離婚 這個大陸的 他們的外面比較有人 可能這樣子 不曉得狀況怎麼樣 但是一直要求她 而且說我把事情 休息扮到這裡離婚 她說不行 我要趕扮 她趕扮 所以這個太太也不妥 也不妥 結果這個女生 一時的氣氛了 到最後乾脆 我不是說把她殺 殺了 殺了她十幾歲 殺到屁股都歪掉 到最後 忍到最後 沒辦法自己 然後又開車去自殺 人讀到這個後 還有我們最名的就是 我們影劇圈裡面的劉勇 她知道做風格的衣服 跟她媽媽擲百多刀 那個慧容好可怕 那還是我的學妹 就是戴良純想要離婚 戴良純想要離婚 戴香港 我要離婚 然後回到台灣 帶回到兩家 李永遠想說 你要離婚 這什麼行呢 我是這麼有名的人 你怎麼能夠離婚 我照顧你不錯 然後就專程從香港 我回到台灣 去談判 談判的結果 過一過程中間 戴良純還是堅持要離婚 二話不說 拿著藝藏的刀子就 你這麼漂亮 你多漂亮 殺了二三十刀把她毀容 好可怕 但是劉勇是這樣子 劉勇是後來發現 一時氣憤 把老婆殺成這樣 趕快報警 然後把她送醫 送醫集結 送醫也聽不懂就變殘疾了 這還後面的處理 劉勇後來就從此之後 逃離 偷渡出去 逃離台灣嘛 從來不 劉勇不能進來 不可以進來 戴良純這個女孩子 後來不是被毀容嗎 毀容之後就緊急送醫 那麼剛好就有一個就是 美容整型醫師 剪得很漂亮 剪得很漂亮 有婚禱嗎 不要說完全全都七色八色 這個整型的醫師 看我戴良純 越見越順 竟然愛上她 怎麼會這樣 這都病態 愛上她之後 戴良純一想說 這也是我的 等於是救命恩人 也是但她不錯 蓋一蓋又不錯 這個中間 跟她就跟這個醫生在一起 還在一起 後來故事還沒完 戴良純這家裡也很奇怪 說這個醫生怎麼好 我幫你介紹個日本人 結果戴良純 後來想一想 真的嫁到日本去了 有剛才加來有種家暴的 有重手 那重過一次手的時候 你就不要想說說 第二次會更好 就是第二次會更慘 最好說共拍的時候 大聲就給他愛沒關係 大聲就給他發 發到出名 隔壁全部都知道 太陽純一也本來有意思要跟他結婚 也OK啦 結果在他家裡的人介入之下 我給他介紹一下日本人先 結果戴良純 後來想一想 真的嫁到日本去了 後來這個南台灣的那個 這個診息醫師怎麼樣 我對你這麼好 我發揮我的前期心意 你辦法收我 我幫你收你給水 我來收你 收你給別人用 沒拿錢也沒拿來收我 結果叫日本去 這個男的一氣之下 這個男醫生怎麼樣 走去日本 飛到日本去 把日本醫生殺掉 把日本醫生殺掉 真的啊 再把大洋純重啟回農一次 真的啊 所以男女啊 這就是我們剛才李醫師說的 我們沒有去聽裡面 對 所以不知道他為什麼被迴隆 沒錯 被迴隆有沒有嚴陰 有他的嚴陰的 脫皮都發麻 我覺得這個女生自己要負很大的責任 很大責任 所以我們講起來就是說 雄性暴力 這死的你聽他出來 都沒有人 那體力比較大對不對 想起來比較容易暴力就起來 有時候這女人很可惡啊 對 這女人有時候就是很可惡啊 但事實上不管誰可惡 這個時代不是說你用打用 就可以了 我們換 我們要為什麼都男性 女性敢沒有 敢沒有女性暴力 女性也會有暴力 如果她體格比她老公高大 那個也會啦 也會 但是社會上比較縱容 容許男人 有意見 做人容貌的 這是一個大男人社會傳統下來 但並不代表後來都一直這樣 所以以前有一句話說 你不知道你爺爺穿幾盒的嗎 這句很流行的對不對 那爺爺是大拼換來的 騙金帶來的 你很久不知道讓人 不知道你爺爺穿幾盒都 以前都這樣說 大家聽到都關係關係 對 李國超有沒有這樣 不然你怎麼離婚 但是我剛剛聽你們講這麼多 我覺得說哪有這麼難搞 其實今天製作單位找我來 就是要 就是幫我當作一個 離婚之後的一個正面 正方的一個代表 你是正方代表 你不是案例喔 我以為你來 我以為你是暴力的案例 我是非常光明面的 那你為什麼原因離婚 就是因為長距離的愛情 跟Amy一樣 長距離的愛情 你在外國還是自己老婆在台灣 你在台廊嗎 她在北京 你娶的是北京 其實我嚴格想起來 我這段婚姻 一開始我有點自不量力 為什麼 因為在我娶我前妻的時候呢 她是一個 她們家事非常的好 然後她自己本身非常能幹 她小我八歲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能力 在當時都沒有比她好的感覺 居然因為愛情 這樣兩個結合認識 然後我還主動提出說 嫁給我 她真的也嫁給我了 在台灣她真的是跟我在一起 我們就是好好生活了 大概有兩年半 那兩年半人家說 男孩子結了婚之後 運氣也會好 這兩年半 那兩年半我運氣真的很好喔 賺很多錢的 不管事業啊各方面啊 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後來我發現我這個前妻 為什麼會對這個婚姻有點疑問 就是因為 我覺得她是一個事業心很強很強的女人 那她們大陸剛來台灣的人 不能工作 不能工作 那悶壞了 所以她所有的focus全在在我身上 後來呢 在北京有個很好的工作機會找她 非常好的一個機會找她 其他要回去工作 她就問我 她說現在有這麼一個很好的機會 回去讓我去做 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我心裡想心裡有第六感 你一定會回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 你一定住不慣 對不是說住不慣 你這麼工作能力強女人 現在放在台灣 放在家庭裡面 你也覺得可惜了 這個位置不適合你 可是我很清楚 如果說我讓她回去做這個事情的話 婚姻就沒了 我們這個婚姻可能就會沒有了 所以你怎麼回答她 我就說你自己做決定 我當初就跟她講 你也要考慮一下 如果說你回去的話 我們這段婚姻如何維持 因為我的重點還在台灣 我的演藝事業 我的中古車生意都在台灣 你要回去你從頭開始 小孩現在小孩要跟著我 或是你要帶回去 結婚高年 離婚了五年多 可是在結婚的九年當中 我們兩個真的在一起的時間 大概不到三年 對啊 婚姻生活 剩下的你都是寒暑假 我回去說寒暑假回來的 你說這種長距離的感情 怎麼維持嘛 然後有一年我老婆就回來 前妻就回來了 她跟我講說 龍阿我想我本人離 那個婚還沒講我說好 我就說好 所以其實你們心裡面已經都 大家心裡有譜了 所以我說長距離的愛情 很難去維持的 既然妳是後來是協議離婚 協議離婚 怎麼我聽說常常在忘記一下 怎麼辦 我們在婚姻的過程當中 是都好好 沒有暴力語言 沒有肢體語言 更沒有第三者的問題 人家要離婚才不好 為了小孩 其實事情很簡單 就是 像現在都是我們小孩子 寒暑假回來 現在幾歲 現在十歲 十歲 剛才在帶著嗎 在那邊念書 因為老老老爺帶了他 他的外婆 對 而且他們環境很好 跟著我話比 你說不可以帶小孩 他那邊有人帶 如果他四處去交媳婦 就基本上沒有人帶 不要這樣說 當時協議就說小孩子 我說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就要每個人 要負擔什麼費用 我只有教育費用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三分費用 我那24塊美金 那還比24塊美金都蠻多的 多一點 但是我們很願意出的 這是應該的嘛 可是當時離婚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條件 小孩子要拿台灣護照 所以小孩子就是 就是所謂的小呆包 為什麼我堅持這一點 我就怕說因為 如果說他如果說 小孩子的 扶養權是媽媽的 他以後被人搭入極了 我們這段感情 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堅持這一點 我覺得很好啊 那現在大家 每年的寒暑假他回來 跟我相處 就跟他講了一樣 小孩子心中 爸爸最好的 爸爸的 媽媽在家 他一定覺得你最好 因為我全心全力陪著他 也不會罵他 也不會幹嘛 後來呢 就發現一個問題 大概因為台灣回去的時候 人家很怪 本來好像跟姥姥姥也很有禮貌 跟媽媽也很好 他會有一個磨合期 可能一個月 誰都不太理 就口口聲聲想說 想回台灣 想回台灣 你這樣比較好算 他是十八十五 十五 九九十 但是媽媽會認為 對我情侶心 你不知道有跟他講什麼壞話 對 到底是不是你剛講的什麼 媽媽的壞話 台外是在那邊的壞話 小孩子本來教得好好 每次回去都這樣 那以後我不要拉他回台灣了 回來就變形 回來變形 我們是為了這個事情 而有爭執 我說我怎麼有可能 我永遠在孩子前面都說媽媽好 他們一邊的婆婆媽媽 會就是說你有說他們的壞話 對你有所芥蒂 但是這樣子以後 你們都是透過孩子說話 還是你會直接跟他們 你的岳父母有聯絡 到現在喔 我叫他姥姥姥爺 還是叫他爸爸媽媽 這麼好 就是我維持一個很友善的關係 跟我的前妻也是偶爾會聯絡 就是維持很好朋友的關係 但是最主要Focus我知道 就是因為這個孩子 但是沒有這個孩子 我相信不可能 不可能才還有後面的砍拖 不會再聯絡 不可能的 不可能大家都沒有聯絡 既然有這個孩子 我們就好好的 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我還會三節的這樣 三不五十的就嘘含溫暖一下 怎麼樣 跟他媽媽維持很刻意喔 聽好喔 很刻意維持良好的互動的關係 要讓孩子比較放心 讓孩子就不會覺得 有什麼好擔心 對 我離這個婚了 姥姥姥姥爺 她的姥姥爺 還跟我說對不起 為什麼 他們真有教養 真的 為什麼對不起 我覺得對人難受 有那麼好人 他們知道是我們女兒兒兒子 對 他知道說 可能女兒個性比較強 比較強 她嫁到台灣 她沒有把我照顧好 不但只有個性 個性能力各方面 所以你知道 就是告訴我們 如果家裡面 當然因為夫妻雙方 有的時候在那個事件當時 或是說在情緒上面 會有一些衝突 所以那個冷靜 理智 又有智慧的長輩 對 很重要 我們台灣 一些家庭裡面 說我們 我們的孩子死了 如果出現一些婚姻問題的時候 我們做北部的人 不要太衝動 對 沒錯 不要去山火了 對 相追是怎麼樣 相追是 如果女兒母離開後 還是賴嬤 賴嬤在帶孩子 賴嬤 賴嬤比較容易的去說 妳媽媽的派女婦 絕對不是 太會這樣 太會這樣 很多 很多 還是說離開後 太太會說爸爸派老闆 這種是台灣人這麼多 在共同要來學習 因為明天有多少結婚 就要威風有多少要離婚 就有多少單親兒童 我們為了孩子 我們常常說俄語 不要亂天亂女 請問 如果有孩子聯繫的時候 後來還要有記憶 有聯繫 有相處 就問要怎麼相處 有一個寫的禮很好 我做良性離婚 良心的離婚 漂亮 一般這是我們的基台 一般都惡性的 不可能 但現在時代 大家進步在受教育 我們的節目也在宣導 我們就要教 妳要離婚 妳心裡面有一個底譜 就說 我們好好來處理 沒有人像國超 人家說好聚好散 對 唱國超 他就不會說去放那個 那有可能想都沒想過 都是 良性的離婚 良性離婚 國超妳覺得妳媽賺多錢 妳應該說妳應該幾千萬 你不會有這種想法 是不是無賴 一早就知道 對 就不是啦 人家就不是 所以我們這樣說 最重要的是 以前要結婚以前 談戀愛 最重要的 做對選擇 比我們後來 努力更重要 李律師 今天最大 最重要的光靈 就是 事實上現在台灣 我剛才在說 很多女婦 恐怕 又覺得減少 所以剛才有家暴 或者已經要離婚了 或者正在談離婚中 或者已經離婚後 的這些恐怖前夫妻 妳覺得該怎麼辦 家暴 你剛才 剛才加來 有家暴 有擋手 擋過一次手的時候 妳就不要想說 第二次會更好 只是第二次會更慘 會更痛 對 會更慘 就要警覺 然後呢 假如說有遇到家暴的這種事情 家暴還沒離婚 我希望她能做一個 有個 以前我們那個 921就有個叫救生包 那我希望說 這些婦女也要一個救生包 所以說把健保卡 存折 印章 現金 黃金手勢 什麼都放在這個包包裡面 放作一包 那包就要唱得很好 好不然妳人家都整包看著走妳就唱 為什麼說有四包 家裡這麼多大間而已 我們知道的地方她也知道 妳想也要唱得好 妳如果剛才剛才有事 她都在擋手的時候 麵看著就好走 然後 然後剛才說去拍拍的時候 大聲就給她挨握 沒關係 大聲就給她握 到出名 隔壁全都知道 對 麵看著的時候 這包看著 妳不要出門的時候 現在麵全沒有嘛 所以那包看著的時候 林理長 林長 理長 撞下去 要不然派出所 所以老袋裡面要有一個想法 家丑可以外揚 不要怕 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是被打的時候 所有的證據也帶著走 他打妳的 妳要去驗傷 他把妳撕毀的衣物 還有破壞東西 我想也是夾帶著拿去給派出所 派出所全部做完這些驗證的話 緊急的保護令就下來了 我這邊有提供一個 這會蠻重要的 就是說一般家庭暴力的人 在比例上會遜酒的人 他差不多 酗酒的比較多 差不多52%左右 外狗的 外狗的差不多27% 吃毒品的 毒品的差不多10%左右 但是都這種最會吧 他們因為有對社會抗壓力弱 然後挫折的忍受力也弱 帶女兒的會嗎 我也有 在折偶的時候 我是認為 折偶的時候 我是認為說 他假如說一旦發現他有酗酒 賭博或吸毒 你就要考慮 甚至於就是這個 有三星兩義的 刷卡 這些的話 我覺得就要小心了 這個可能未來都有暴力傾向 那如果已婚 那已婚的話 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我就原諒 假如說 是可以找那個家庭的心理輔導 諮商 諮商 一定要經過諮商 一定要去 還是說兩邊的伯母都叫來 都要 稍來就要一個 假如說那個什麼 測試出來的話 是一個說 他有一個長期的 比如說有說 兒童創傷的 是無法說 短期間輔導的話 那女方 要接受治療 女方的話 要嘛就跟她一起治療 那要嘛她做另外的選擇 所以溝通兩個字 非常重要 有時候兩邊的伯母都出來 有時候是一個不良溝通 這邊怪的媳婦 那邊怪的害怕什麼 也不好 所以我們任何人 有困難的時候 有論我們是做朋友的 做家長的 做他出來的人 我們給他一個最好的 這個肩膀的支持 精神的支持 跟溝通的管道 這個都很重要 那當事人 無論受得暴力的 還是被暴力的 記得一定要求助 沒有什麼 無面子 還是說不好意思的事情 百年修得同傳度 千年修得共整眠 可以睡一枚 你要想千年 如果老婆像你做八年 做高年 做四年 其實都是想很久 不可以到時候 我們價錢都給他做生 我剛才說 繽紛兩路 給他生意興隆 就讓大家都生我 快樂平安最重要 好 謝謝大家 謝謝